馮儀映這天出席派口罩活動 提到和前男友寶寶早前在情人節前夕 就被人拍到一起吃晚飯 難道這麼快就已經復合? 其實都回應過這件事 絕對沒有這回事是假的 當晚其實有我和她 還有爸爸三個人吃飯 我們談的都談一些公事正經的 始終我們都有說過 分了手後還是朋友來的 所以還會有些針對要處理的事 會見面或者聊天都非常正常 而且還會有我爸爸 不知道將來會不會有機會復合呢? 我想我暫時都不會考慮這個選擇 短時間內都不會應該有復合這件事 因為首先大家都會專心同學工作 都不會再說對這個感情的事 或者有些花費時間 始終有時候大家趁年輕 專心工作會比較好 所以我想短期內都不會有這件事發生